這兩位選手準備OK GO 我們開場看到的話是林英傑 那在這個室內場的話兩邊都可以把紅卡打者就打全場了喔 對 然後紅卡後援應該也可以全上 對無論天氣喔就是感覺不對就上了喔 你的畫面OK嗎 那強森你覺得林英傑的紫插球足夠壓制嗎 喔 這張紫插球我是不知道他的數值是多少你知道嗎 呃也不是很清楚耶 但是看起來有上的話 可是又沒有吃天氣加成 可是我覺得紫插球就是對付砲手是真的蠻有用的 就是真的不太好紅啦 但在這個大場應該都會採取開空的策略喔 尤其如果 欸 尤其如果紫插球是放在4號和6號的位置 然後如果我們拆框拆在7和9就有種 莫名的要揮棒 然後會很容易打到球的下緣 除非是 力量加很高 這球又沒跳到 對 還蠻可怕的一個失誤喔 讓我想到上一場第一局下半的7分喔 對 我很懷疑這張陳佑基的跳捷真的有沒有實裝阿 對 這勢必要趕快止血 不過我現在看到最霸女還是那個阿潮直叉 呃對他下這個幅度真的很可怕喔 那個陰天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打 像這一次亞洲盃單人賽的時候韓國選手看到 黑白打使用這阿潮直叉真的是搖頭 他現場真的是在搖頭 我記得我打亞洲盃的時候 只要是統一 就會派上阿潮直叉 喔那真的是非常難打 金卡SP是幾乎統一一定要配出來的額度喔 有幾首雍皇卡 欸雍皇卡SS都沒關係喔 就是SP一定要金卡 對 喔這邊好像有選手說他把 等級出死掉了 呵呵 怎麼會有這種事 哈哈哈哈 你們是發光的渡邊九星阿 哇這個就是傳說中的勇者變速喔 對 直接從5號位置滑到1號位置 那這裡聽到明星紅的打者我幾乎都是一整套的兄弟像戰哥 對 而且幾乎每個選手都有應援曲阿 對 連王聖偉最近好像也新增了應援曲喔 我記得連陳江河都有 喔 是我想說辣椒竟然有 有賢情出 陳江河的應援曲沒有 控出他的跳階 呵呵 這跳階前例可能是要在後面再來賣喔 哇 哇 勇者變速阿 這感覺比嘟嘟變速的幅度還大 對 那選手是反應這場很頓 我也覺得頓頓 我也覺得欸 就感覺畫面切很久 那今天的直播這一場目前是都沒有斷 這感覺是 遊戲伺服器吧 喔 獅頭球 遇得到這種季後賽 那個獅頭球的機率真的要避免 對 上一場LAMIGO的獅頭球好像到達5隻喔 只要一出現手球就是給對方一個機會 只要一出現手球就是給對方一個機會 那這裡Q成用機往後跑喔 哇這個速球跟變速這樣配來配去真的是 太威了喔 這家變速的位移又夠大 這家變速的位移又夠大 對 一球速球一球變速阿 可惜 那珍珠 也就是要測試 那我是在想 渡邊九星這鐵壁的潛力會是他最好的嗎 對 第三格 嗯 他前面兩個都非常的不好 了解 我記得第1個是穩定控球 第2個是DartKO 都不太好 其實他的直卡潛力算是比較特別的一張 因為很多直卡SP都配調整狀態 對 第三格都調整狀態 那這裡跑一半 再回雷 那我想請問一下TrySteel你覺得 一位先發投手他開達人系列 會試試看調整狀態你覺得哪個比較優啊 我覺得調整狀態比較優 喔 就起碼貝克的時候 因為貝克的話可能第一局都投不完 那利用調整狀態可能可以撐完一局 那A達人的話 那也是要不貝克才好用 喔 了解 那如果是A大師的話可能貝克也OK 但是貝克投手本來就是不太好 那這裡感覺離壘還蠻離的很勤勞喔 不曉得會不會做這種倒壘戰術呢 那兩好兩壞 應該不至於現在就END吧 那東京巨彈場的話 我們是覺得應該算一個大型的酋長 本來版後方的話目測還蠻大的 那職員方面的話 勇士隊是帶內野跳街失誤減少20% 還有 先發投手用兵 還有先發一號投手能力之家1 這可能要進去 練習模式 欸自由模式 單人模式去洗才有用的喔 那HD的話是減少用兵受天氣影響 50%這是給BGO的喔 BGO 那這張就是兄弟像速度有上 可是沒有跳前的成江痕喔 對 打完一輪 明星紅隊好像對於渡邊九星這位選手 好像球路還沒有看開喔 整個被封鎖 那其實黃小球目前四隻安打我覺得沒有算特別多欸 嗯 我覺得這場 天璣好像 這位選手好像有找到他投球的節奏 上場有點就是 D局丟太多分就亂掉了 不過我才剛剛誇獎完他 馬上被打一隻安打 對這個內角的一個球推得很漂亮喔 再來一個 如果直接橫移跳 有機會跳嗎 沒機會 那球沒機會 喔 喔 那這裡換的應該是換庫倫吧 就是許明傑 許明傑 許明傑 這裡用一個路框 剛剛看起來是聽說很爛的Sman生卡喔 我覺得Sman生卡跟那個C變數這個兩個鬼技好像一模一樣 那應該是很好配球吧 這感覺就是要做出一個速差才有他的壓制效果 對 那就是要靠天氣加成 那這張12年的許明傑是 數值 球路的部分是比較好 但是體力跟控球是比11年那張來的差一些喔 那也就是說 許明傑帶秦天 那另外一張秦天投手的話就是 沈玉傑的黃卡喔 那陰天的話就只有一張 羊頭龍 那在這比賽的空檔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之前的一個交戰紀錄喔 是 第四週的時候 勇士6比1 7比6 2連勝明星紅 第九週的時候 更以5比0 5比1 2連勝明星紅喔 那勇士隊推 吞敗紀錄的話是 主場敗5場 那是輸過犀牛隊 金隊 山珊虎隊 還有 Lamigo隊 兄弟相隊 TML金剛隊 還滿集中是在 現役區的一個組合隊喔 那還有 金剛隊 跟山珊虎 金隊 這也都是晉級在季後賽的 這個 高手玩家喔 那這個外交 第二慢曲 做一道A拉 中外也快穿 其實打得不錯 對 不過A推會不會比較有機會 轟出去呢 嗯 慢曲的話我會建議比較 會用推的 對 我也覺得推打感覺可以把球 跟到最後再彈上去喔 對 哎呀B機喔 可惜了 那現在兩人出局 這個狀況下 應該是要做開框的打擊喔 嗯 不過這也被取得良好球 明星紅這個選手 穿這個裝好像是 552吧 對 就打擊 力量都有加到 而且 沒有加的很高 就不會被扣 不會被扣喔 都是加滿的 哦 得分了 這個裝要滿 就552 要碼就是 731 731 因為他們差在心 嗯 手套跟那個 球棒是一樣的 那其實明星紅也有抱怨過 這個球服 為什麼只能用 新龍球服呢 明星紅的設計就是 那個 新龍喔 明星白好像也是喔 而且這個新龍好像是09年的 唯一的一張 唯一的一件 唯一的一件 只有09年是用這一件 到時候 後面就改了 喔 高彈跳 那個時候是新龍的一個logo 是英文的寫在頭盔跟帽子上喔 對而且 大部分是 農藥的那個樣子 跟那個 S 早期是S喔 而且 前幾年的時候 新龍還在的時候 也有那個 明星賽 跟新龍一隊就會輸的一個 對一個魔咒 魔咒喔 欸 事後有被打破嗎 就是後來 在 呃 林一拳 加入那一屆嗎 還是 隔幾屆 就是 拆開來了 就是拆開來 讓教練去選人 喔 就不再用 球隊來分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看中華之邦的明星賽了 瞭解 我近幾年是比較關注在MLB的賽事部分 明星賽我覺得最好看一次是布雷全雷打大賽還有林智勝全雷打大賽喔 對 布雷全雷打大賽那一年我還在現場 在週季球王那邊 喔 真的看他打真的是 非常豪邁 欸 聽說他自己打到後面已經沒有力氣了 嗯 不過我覺得他打全雷打大賽的技巧很好 就是等一球打一球等一球打一球 對 我覺得他自己的節奏調整得很好 對 他也算老將啦 那時候 布雷那個年代也差不多BBO剛出齁 他是2007年的時候 對那BBO是06年 206年 對 那07獅也是BBO當初最早的一個完整組合隊喔 對 然後只記得當初就是游擊手是永遠的藍卡 嗯 那時候也不能用兵 那一雷手就有素質很好的高國慶喔 對 對很多早期LV7的一逼就是高國慶 要不然只卡最怪力難 那這裡一個推打 有機會搬平比數 沒有問題喔 哇 哇 金星鴻逼到 勇士隊把渡邊九星換下去就是成功一半 而且勇士隊的CP也是比較少喔 只有 勞伯、柏林燈還有凱瑞斯 2喔 哇 麥克烈這一球沒有抓到 那現在輪到五屬槍管特別大的恰恰 這個有入框 但是做一道A推 又外野的傳球 選擇抓3 那還可以再拿1分喔 這如果說 我 穩定的做一個交換的話 這時候我今天就說框跟他拼了一隻 對 反正還一出局 那這裡換上馬來寶 晴天了雙手會後援投手喔 喔 第一球再來一個C變 這球忍住 厲害 products 這是C變 好 h 他在海盜暫停 應該是換投手 他換投手的話 囉 蚊瑞菖這時候就壓了 wà 太神了 阿 內角第15球 HR 哇 多這兩分真的是對明星紅隊相當有利啊 而且是剛換上來的投手 第一球就被轟了 包括心理層面啊 對 哇在這個球場出現閃光 真的是台銘要咬得非常好 有個角度 可惜 強大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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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想德本會投幾球呢 因為竟然分數已經領先了 但是其實也沒有足夠的CP喔 許明傑已經用掉了 林家瑋好像 林家瑋這場上了嗎 林家瑋跟庫倫還沒有用 對 所以還有兩張 那紅卡CP一隻頭一局來說話 還是有點吃力喔 但是明星紅隊是不能傭兵的組合隊 也是來的弱勢一些喔 如果是97AS98AS這種組合隊 反而還可以用傭兵 那明星紅隊是不行的 那他也不像中華隊友國家隊真招喔 我覺得這幾局 林靜紅隊友對於 王小喬配球有突破 比起前一場的話 而且我覺得投手的壓制力也都比較差了 因為畢竟是室內場喔 那剛剛那個周思琦的訴求跟到更是沒話說喔 這個高彈跳 像我本人對於這種高彈跳真的是不太會接啊 我覺得二游方向還有辦法接 但是一三壘方向真的是運氣的 很難控喔 像剛剛那個球就是一定彈到外野的安打球喔 就只能視為高彈跳入空的球也是一種安打的timing喔 那這裡選擇Q 中外野手接 外野是保守的退防喔 有霧框 一個曲球 欸斯拉喔 我剛剛聽到那個 其實就是成江河的應援曲喔 是沒有喊名字啦 但是就是 喔 氣敵聲 嗯 就是兄弟像的 應援曲大部分都是氣敵聲很多 有小喇叭喔 喔 三壘換上帶跑林志平 對 那他換林志平 應該是比 余德龍腿還要快吧 投手換百利 不曉得是不是又要訴求對決呢 就是一顆訴求 那這裡看到就林家衛喔 這感覺是釣球釣太偏喔 而且林家衛空頭只有中阿 對 又沒吃天氣加成 哇 在林出局 把跑者頭上一壘這 有點 不利阿 就這隻安打表示說 追平分就再奔了一般打擊喔 對 我覺得這一局是關鍵喔 投手釣度要再 投手釣度可以 靈活一點 就 那陳擁擠在裡沒抓到 哇 又沒抓到 那我覺得阿福 紅卡來說 紅卡SP我會覺得V2很好用 那V滑現在越來越不好掉 那黃卡的話 不太曉得要怎麼配喔 重點在C變跟升卡喔 可是黃卡升卡又很弱 12之6如果真的被開框的話 還蠻好安的 好遠喔 哇 外框打這麼遠啊 感覺又需要再叫一道暫停換頭了 庫倫吧 庫倫吧 庫倫上了嗎 還沒 喔 跟他堵了 應該會直接換上庫倫 那 內外野的部分 也沒什麼好換的喔 環球都差不多 一個紅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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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 其實跟我們昨天討論很像喔 就是 現在FF或者是擺中框都不好安 但是 如果說靠近中央的球是 無論擺哪裡都很容易安喔 這裡再一道路空 哇 哇 這局得六分啦 對 開空很強喔 對 開空很強喔 再一隻安打 我覺得接連的開空安打就很像去夜市 用那個BB彈打氣球那樣喔 就為了獎品你幾乎是每一球都要中 然後你瞄個五分鐘那一球也一定要打中 對 哇 也是從剛剛那個畜生球開始 對 嘿嘿 怎麼都是一些很奇怪的食物 而且 那個畜生球還是量好球之後 要掉一顆比較內角的球 就投到他頭上 哇 這一球提前起跑又安打 喔 take out 剛剛跑者應該是陳鋒鳴喔 這局也七分了耶 就跟上一場的第一局一樣 對 哇 整個對決球還是不夠力 又被安打了 這內角高的滑球做一道滴啦 滴啦 喔 這個潛力四分優勢是領先喔 如果想說落後的話 現在剛好落後四分 看他轉運手關大員可不OK喔 再一個 紫插球入框 S推 右外野 30%快傳發動 哎呀 還是沒有殺掉坎莎諾 黃小球最選手 讓我想到一個潛力叫做打擊天才 就真的不受球種控制耶 他這什麼球都會打安打耶 我是想到機關槍打線喔 好像有一個潛力是 全隊安打 對 全隊安打之後 安打率再增加喔 而且那個潛力好像只有幾位選手有 第一個就是那個 張振偉喔 然後第二個好像就是那個巨人隊那個霍夫 這個非常爛潛力喔 對 因為潛 發動條件是全隊都打出安打 對 這潛力是 不知道用來幹嘛的 看起來接下來是要靠訴求來挑戰你的眼睛喔 哇 現在外野是保守做一個退防 會不會是要換槍型的打者呢 喔 果然 換上保羅了 這是要來平安打還是要來練潛力的呢 哈哈哈哈 哇 外野還是保守做一個退防 會是做一個吊球吧 就是 投進好球帶內高的C電 對 那我們看一下攻擊職員方面的話 是有 敏捷訓練 選球訓練 好球帶時 安打率增加10% 後方半次訓練 89棒安打率增加10% 但是 選球訓練的話 是好球帶擊球 也就是說 入框擊球的安打率增加10% 就是其實有點激熱啊 因為如果說 拍名夠好 有入框 正常來說就是 安打這個外角高的慢曲 做一道S啦 哇 真的很會打 剛才巧合是個點放慢曲 也可以打到這麼遠 對 喔 成哥一發 又是一直在打 看起來傳球是有辦法殺掉 那史摩茲這個時候很有可能也是訴求對決喔 那本身的 中 職員是帶的是 中繼投手啦啦隊喔 適縫線跟直插球加2 那主要應該是給柏林燈用的啦 喔 這個BG都抓掉了 哇 又是一個噴射球 對 訴求做一道S A拉喔 A拉 來 跟大家報告一下之前 前面這禮拜的一個晉級狀況 分別是A組3珊瑚 晉級B組中線C組是兄弟相喔 那是成米12天喔 金剛Lamigo都被淘汰了 那也都是 呃 二連勝跟二連敗的分出勝負法喔 那這裡還有兩個初局數 偷收沈玉傑的話 一定要再擋住失分喔 我非常期待下一輪的賽事喔 這四位選手真的是 中之背面四位最頂級的選手 那也有各種不同的攻擊習慣喔 像三珊瑚的話是 靠著槍速型的打法喔 那本身陣容也沒有鬆跳 那中信金的話是 呃 我覺得 投手最完整的是兄弟相 其次就兄弟相 欸 其次就中信金喔 那中信基的話是我們全壘打王喔 那兄弟相的話也是 安打能力還蠻強的 那全壘打能力在上一場也是展現的 很明確喔 那也會做一些 針對 主客場的一個 方式來做一個棒式上的調整喔 那至於今天的黃小球的話是 開框安打更為神木 更為強勢喔 那半導射是天璣的話則是 那半導射是天璣的話則是 比較弱的一個牛棚當中 努力投球喔 對 這裡是樹上 沒跳街 昂姑 哇 樹球零發 這時候是我就縮框了 我管他 我最近輸之前還是要拼一次全壘打 結果這裡換上後援口手 我自己以為拉 來把2B拿掉囉 那這也是要補充 本身沒有雨天CP的一個牛棚喔 欸 雨天是有勞勃啦 那他其實應該要用的話 可能是用陰天才對喔 但是陰天又跟BGO天氣一樣 所以就不考慮用兵了 喔 跟我講一樣 馬上鎖框 真男人的鎖框喔 那我們就恭喜 黃小球在 第二場比賽當中 淘汰了半導射是天璣 明星紅隊的選手喔 那我們這個 BBO中止聯賽 季後賽 八強賽已經 全部到告一個段落了 那A組的話是 三三虎 B組的話是中性 C組的話 兄弟相 D組的話是 TNL勇士隊獲勝喔 那我們之後的一個直播公告的話 會在BBO中止聯盟的一個社團 還有FB 還有 歡迎大家做一些追蹤相關的一個連結喔 好 我們今天的轉播就告一個段落 我是主播TRY TRYSTYLE 那也謝謝今天強生來陪我一起轉播 好 謝謝TRYSTYLE 那謝謝大家大家晚安 掰掰